今天这一期内容呢是有关赚钱的 标准普尔500指数呢可能暴跌26% 在全球经济当中这是一个比2007年疯狂的房地产泡沫还要危险的一个时间 警惕全球经济的危险时刻即将来临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是资深的投资者杰利米格兰瑟姆上周说的 资本市场可能会爆雷 这个雷曼兄弟2.0版可能会出现 那我之前讲过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嘛 所以我现在每天最多的时间就是用在股市上 因为我现在的大部分收入 直升飞机的声音 因为我现在大部分收入也都是来自于股票 所以我对股票虽然说操作水平不怎么样 但是我关注股票市场的经历还是比较多的 上周五每股收盘大幅走低创下来20年来9月的最大跌幅 标普500创下了9.3%的月度跌幅为2002年以来最差的9月表现 道琼斯下跌了8.8% 根据这个道琼斯市场的数据上周五月度亏损达到了10.5% 刚才提到的这个人就是那个杰利米格兰瑟姆 他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叫GMO的联合创始人 他说他正在做空垃圾债券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来详细说明他的看跌情绪 那投资者和GMO联合创始人杰利米格兰瑟姆股市前景暗淡 上周三他告诉路透社的这个全球市场论坛 情况呢可能比15年前的这个次级抵押贷款惨败要糟糕的多 在全球经济当中呢这是一个比2007年疯狂的房地产泡沫还要危险的时刻 今年以来我们知道这个美联储多次加息收紧了货币供应 以实现这个鲍威尔所讲的美国国内经济的软着陆 这个举动呢会产生严重的外溢效应 增加新兴经济体来偿还债务成本 可能引发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这个国家资本外流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联储的这种激进的加息呢 就曾引发东南亚金融市场的强烈波动 但是如今这个地区国家都激取了这个前车之鉴 通过提高外汇储备强化财政平衡 以对冲外债的风险 面对美国重施这个加息的顾忌充严 不太可能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覆辙 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的风险 我们也要做好警惕 毕竟你个人资产的缩水 对于我们家庭来说也是挺重要的 你本来一千万 然后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百万 但是现在变成了七百万 总归不是大家想看到的 对吧 这个格兰瑟姆是华尔街著名的一个投资者和企业家 他在70年代初创立了第一批的指数基金 到2020年12月 GMO管理着65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 叫AUM 而最近呢 这个格兰瑟姆一直是世界经济失误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在2007年到2010年的大衰退期间 格兰瑟姆在有关奥巴马经济和当时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的声明当中 也有很多话说 格兰瑟姆上周在路透社的全球市场论坛上表示 标准POL500指数 明年可能下跌26% 在讨论当中呢 他解释说 他也做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垃圾债卷 这个格兰瑟姆还强调 被称为超级泡沫的超高估值资产在去年已经见顶 全球基本面的恶化看起来绝对令人震惊 震惊这个词 一年后 格兰瑟姆预测标准POL500指数的价值可能会达到3000点左右 甚至低得多 路透社还报道说 通胀对于美国人的影响很大 预计今年美国的价值销售额会大大减少 那我们大家都认同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全球资产 尤其是美国房产股市币圈还有债券市场 这些金融领域的泡沫已经形成 2020年和2021年的房市狂欢 让很多人笑 也让很多人哭 笑的是 我身边认识很多人在最高峰的时候 把几年前买的房子卖掉了 然后搬到了佛州 有的搬到了北部的伊利诺伊州 密西根州都有 卖的价格比买的时候增值了一倍还多 然后他们用赚了这个钱 然后买了其他州的房子 然后手里面还拿着当初买房的本金 从此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养好生活 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比我大不了几岁 有的甚至比我还小 但是已经选择躺平 不愿意再奋斗了 哭的是呢 这两年很多人手里拿着钱 拿着现金 等待着等待着 然后一等就是两年 这房价越来越离谱 然后他们对房子的预期越来越低 我有朋友就是2020年看的是五房 等到年底就开始看四房 然后到了2021年 说三房也行 实在不行就买公寓吧 可是到现在还没出手 因为一直抢不到 就好不容易今年上半年 这个房是有点稍微退了一下 但是呢 一直在降价 那个尔湾的房子 有的已经从200万降到了140万 短短几个月时间 那他们又担心还会降 所以就一直没有买 一直在帮房东还贷款 现在也是非常纠结 在COVID-19这个大流行 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以及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之后呢 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也是飙升 德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CPI 官方数据显示 9月份通胀 这个跃升到10.9% 这个是自二战以来 这个德国首次应对两位数的通胀 在全球范围内的通胀率大幅上升 许多经济学家他也认为 就是跟俄乌战争有关的 这个欧洲农员危机是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呢 与美国类似 这个欧洲英国都部署了大量的刺激计划 美国的财政部长 珍尼特·耶伦呢 周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就是国情咨文的这个采访 是谈到了美国经济 通货膨胀 天然气价格和俄罗斯的石油 当被问及美国人是否应该担心 今年晚些时候油价再次上涨的时候 耶伦回答说 这是一个风险 这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价格上限的风险 我们知道就是2007年到2008年的 这个环球金融危机 又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 信用危机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 那是一场在2007 8月9号开始浮现的一个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表明 全球增长率将在2022年2023年分别放缓至3.2%和2.9% 相比之下预期表明通胀率将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上升到8.3%和5.7% 世界银行更为悲观 它预计2022年和2023年的增长率将放缓至2.9%和3% 在短期内 全球增长可能会在当前十年内进一步放缓 并低于下一个十年的全球平均水平 这个反映了增长率疲软 而通胀率高于平均水平的普遍的一个趋势 根据公布的这些数据 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些经济体已经进入滞涨阶段 或是处于滞涨的边缘尤其是美国经济 第二季度收缩了0.9% 这是个连续收缩的第二个季度 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不到1% 相比之下通胀似乎已经是失控了 尤其是美国为9.1% 英国是9.4% 欧元区总体是8.9% 发达国家大规模扩大这个印钞 直到大约一年前并没有面临通货通胀的问题 但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 由于过度的货币扩张 和将其作为储备出口到发展中国家 通货膨胀开始回到这个国家 因此发达经济体面临增长或通胀之间的一个选择 如果货币政策收紧不够 通胀会继续上升 如果政策收紧 增长将下降 这些经济体就陷入衰退 那失业率也会上升 9月27号 丹麦的海事局宣布 关于位于波罗的海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这个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 然后丹麦专属经济区登记了两起天然气的泄漏事件 这个声明发布于宣布北溪二号管道发生气体泄漏的第二天 然后克里姆林宫9月27号周二也表示 不排除破坏活动是俄罗斯正在波罗的海建造的北溪管道网络受损的原因 这个北溪一号是2011年11月正式开通 然后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一个最大的天然气管道 年输气量1550亿立方米 此外呢这条双管道横跨波罗的海并延伸到德国 这两年这个管道加大了排气量 2021年输气量达到了592亿立方米 北溪二号是第二条就是相同规模的一个双管道 是2021年完工的 但是在2022年2月24号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这个战争爆发以后 德国拒绝授权这个管道的运营 那么北溪管道事件影响以及上周美国佛州的飓风影响 就在美国东部大西洋海域的一些油田都停产了 就导致美国油价又一次上涨 本来我看到最近加油的时候油价有所回落 还高兴没两天的 然后还又涨回来了 对于我这种退休状态的人来说 我不怎么上班 我就靠年中的分红和平时股票的收益 今年的股市虽然也赚了一点钱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把钱都花了 我前段时间买了房车 股票赚的钱全花了 然后就没收入了 如果股市就这样持续震荡的话 或者再来一轮暴跌 那估计明年报税的时候 我今年又是负盈利 天天看着这个账户的钱 跟信念图似的起起伏伏 干脆我最近都不看手机了 就是股票的这个APP 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打开了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泡沫 比如说什么郁金香狂欢 南海公司 密西西比公司等等 但是有时候这个中央银行太过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却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 用货币而不是自然调节来调控干预 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稳定市场 但却在长期他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过去两百多年的这个经济历史的观察 你可以总结出泡沫 就是这个金融泡沫 大部分是可以分阶段的 每个泡沫虽然不同 但是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简单的说呢 我觉得有四个阶段 一个就是隐秘期 就是一些感知到新的技术和趋势发生的人 会灵敏的嗅到那些未来可能会大幅升值的机会 但由于他们的这个假设没有被证实 所以说风险很大 然后就是觉醒期 那这个阶段就许多投资者开始注意到这个势头 然后带来了一些外场资金 推高了价格 那由于这个少数投资者获得了第一笔利润 他可能还有几个卖出的阶段 每个阶段都比前一阶段高 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个抛数阶段 而一些聪明的人呢 在这个时期加大了持仓力度 然后第三个就是疯狂期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个价格上涨 大家都争相恐后的去想着 抓住这个一生当中一个投资的报复的机会 大家都不加思索的认为 将来的价格还会一样涨上去 那虽然大众的预期并不理智 然而这个阶段并不是关于逻辑 而是关于心理和人性 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呢 就推高了这个资产的价格 创造更高的一个预期 那价格越高投资越多 但是这场新的这个狂潮当中 普通大众没有注意到的是聪明的钱 以及许多机构投资者正在悄悄的退出 出售个人资产 而一些一夜暴富的传说和人性的贪婪 进一步让市场变得更加旺盛 这个时候可能是熊市的反弹周期 俗称回光返照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投资的新手 小白 那么必死无疑 然后就是崩盘期 就是某一件事情啊 触发到了点 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 这个情况已经很糟糕了 然后投资者信心和期望 都遇到了一个转变 那期间还有人试图否定崩盘的阶段 许多人试图让公众相信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回调 有的人相信了 但时间并不长 许多那种高杠杆的投资者就破产 引发额外的平仓 就像这个纸牌屋一样啊 这个时候资产估值啊 甚至有可能低于长期均值 这意味着一个重要的买入机会 那所谓的这个别人恐惧我贪婪啊 就是说这个时候 不过呢 此时的这个普通大众认为 这是最糟糕的投资时刻 而这个时候也是聪明的钱 又开始重新抄底 然后收购资产的时候 也是资产重新洗牌的时候 那些用杠杆入场的人 在金融危机就是所谓的资产泡沫的时候 会让很多人一夜之间就倾家荡产了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用杠杆 或者说用了少量的杠杆 你自己又有足够的这个备用金 来预防你被平仓 那么你其实变相的应对了这个风险 很可能你在无意当中也做了一个抄底 虽然说我们的资金量很小 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的话 你也是走对了一个时机 那么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劲爆的消息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雷曼兄弟2.0版 被很多人预警 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很多人的这个预测 就是这个瑞士信贷 百年的这个投行 瑞士信贷我们就简称瑞信 被传出有破产的可能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传出很多 这个消息大型投资银行 濒临破产消息市场预测 直指瑞信 这家投行近期麻烦缠身 股价也创下了新低 瑞信是成立于1856年 总部设在瑞士的舒一市 是一家全球性的综合金融机构 截至2021年底 它拥有超过5万名员工 和1.62万亿美元的管理资产 但是这家已经有160年历史的老牌银行 近期却遭到了一个治安的时刻 它业绩到品牌生育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021年3月 这个韩国人 韩国的这个对冲基金经理 叫碧友黄 运作的一个家族投资基金 创下人类理事上 最大的 但是亏损 与之合作的瑞信 在这一次的爆仓事件当中 巨亏了54亿美元 这个韩国人投资的中概股行业 就是教培行业 他用了5倍的杠杆 然后一夜之间平仓 导致瑞信亏损成为世界级的一个金融事件 这个事情也给瑞信的风控能力造成了质疑 这场爆仓风波还引发了瑞信管理层的换血 瑞信投资银行 首席执行官 首席风险官 全部辞职 然后瑞信董事长也在2021年的4月底离任 那雪上加霜的就是今年6月 瑞信在涉嫌帮毒贩洗钱的这个诉讼风波当中被判处有罪 成为瑞士历史上第一家在刑事案件当中被判定有罪的大型银行 瑞信被爆出接受一些寡头 毒贩 还有人犯在内的超过1.8万名的罪犯客户 并为洗钱提供帮助 瑞士的联邦刑事法院就此对瑞信出以210万美元的罚款 并命令瑞信向瑞士政府支付2000万美元 在瑞信的声明当中 他否认了对其商业行为的指控 并表示将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 但是这个事件已经让瑞信的信誉度遭受重大的损失 10月份的时候股票市场变幻莫测 但是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进行 往往从历史经验来看 这个是经济好转的一个比较好的信息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美国的经济走势 合理配置自己的资金 祝看我频道的朋友们投资都会取得好的收益 祝福大家早日实现财富自由 那下一期节目有关赚钱的内容的话 我会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操作美股 因为这是很多人给我留言私信 然后留言评论 说教大家怎么操作美股 所以说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